我自己心里也觉得非常的愧对大家 2016年做客湖南卫视汪涵所主持的节目时 陈楚生诚恳的为自己当年那个冲动决定道歉 8年之前 他作为被湖南卫视捧红的快男冠军 且是唯一一个在快男舞台上被韩红看到的男歌手 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 他却一言不合就放了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歌子 之后被天狱公司宣布封杀和索赔227亿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在出名之前的经历比较简单 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父母是农民结传家中经济难以供孩子无忧无虑的念书 以至于他们兄弟二人早早就出门打工 只不过他作为弟弟相对来说要比哥哥幸福一些 哥哥比他先出去工作 发工资的时候既给了父母一些生活费补贴家中经济 也留下一小部分攒了下来 1995年在他14岁生日时 哥哥用自己攒了许久的钱给他买了一把吉他 收到吉他之时 他激动万分 哥哥对他音乐梦想的支持 让他励志吐强 2000年高中还未毕业的他离开了校园 开始了音乐的寻梦之旅 离开家之后 他到父亲的朋友 在深圳所开的餐厅打工 当服务员的日子十分苦闷且无聊 苦闷的是客人对服务员的不尊重 无聊的是日复一日的端茶倒水和上菜 为了打发无聊 他将自己打工攒下的钱 在工作地点附近的琴行 报名学习电击塔 还未接触电击塔之前 他学习的是民谣吉他 一直是安安静静的指弹 他也没有唱歌的打算 在接触电击塔之后 他音乐兴趣和天赋 被最大程度的激发出来 不仅爱上了唱歌 也爱上了写歌 电击塔培训班的老师发现 他嗓音浑厚且富有磁性 并且辨识度也强 歌唱水平还不错 于是老师将他介绍到酒吧助唱 就这样 在餐厅打工大约三个月的他 辞掉服务员的工作 开始了酒吧助唱的生活 在酒吧助唱了几个月后 他开始关注深圳当地的音乐比赛 并报名参加 2000年8月份 他参加深圳本土原创音乐节 获得优秀创作奖 同年9月份 做客深圳广播电台的 我唱我歌节目时 现场谈唱他自己原创的歌曲 因为效果精良 而引起不小的轰动 之后的一周 他的原创歌曲 在我唱我歌中每天播出 而这也让他在当时的深圳音乐圈内 名声大造起来 2001年 他在酒吧助唱的舞台上 认识了瓦斯宾乐队的 吉他手王栋 和键盘手桃花 也与李湘一起出席 北京光线电视 所举办的现场演出 也是在这一年 在参加亚洲新人大奖赛上 斩获了最具前置新人奖 10年20岁的他 开始大型音乐选秀节目中 崭露头角 2003年 在全国pop歌手大赛上 夺得冠军 2004年 已经在百代唱片 待了大概两年的他选择解约 并组建了乐队 并担任主唱 2007年 他登上了快乐男生的舞台 并获得冠军 签约在天鱼公司旗下 结束了酒吧助唱生涯 当时 他以330万票成为第一名 比第二名还高出70万票 由此可见 他个人实力的卓越 和大众对他的喜欢 同年11月份 他在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的 原创歌曲颁奖典礼上 斩获了最佳华语歌手奖 和最具潜力原创歌手奖 平心而论 不管是颁奖的舞台 还是这两个奖所体现的实力 要远远超过快乐男生的舞台 但又不得不承认 快乐男生 作为偶像歌星诞生的舞台 确实能够让歌手最大限度 且更快地获得人气 2008年 是他事业的巅峰时期 所推出的个人专辑 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 被评为年度最佳专辑 并且专辑中 有没有人告诉你也稳居年度十大金曲榜 同年 他不仅获得了年度最佳原创歌手奖 和最具人气歌手奖 单曲原来我一直不孤单 也斩获了年度先锋金曲奖 他所创作的这一刻 不仅被央视选为体育节目荣誉殿堂的背景音乐 原创单曲一个人的冬天 还获得年度听众最爱单曲奖 那时 就连韩红在接受采访时都忍不住夸他 是他觉得在快乐男生舞台上 唯一一位看好的男歌手 果不其然成为冠军 2008年7月份 他与齐琴合唱的版本 获得投票第一名 而电视剧倾国倾城的主题曲 2008年12月31日 他因缺席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盛典 而引起轰动 那一晚 他被安排了上台献唱三首歌曲 但他却没有出现在舞台上 因为他的突然缺席 湖南卫视不得不安排 当时主持跨年演唱会的四位主持人 一起上台就场 而何炯 谢娜 汪涵 曹颖 这四名在主持界 名声显赫的主持人 在台上却前所未有的尴尬 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台合唱 常回家看看 并且拼命鼓动现场的观众一起唱 当晚 对于湖南卫视来说 最尴尬的不是四位 原本在舞台上落落大方 弹笑风声的主持人 在合唱时的妄辞和跑调 毕竟主持人是主持节目 而不是唱歌 尤其是临时上阵的表演 观众也能理解 理解归理解 纵使四位主持人卖力表演 却依然效果很差 现场的一片混乱 堪称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名场面 甚至在跨年晚会结束之后 陈楚生的歌迷迟迟不愿离开现场 并且情绪十分愤怒 要求节目组必须给一个说法 粉丝花大价钱买现场的票 并且不辞千里抵达晚会现场 为的就是能够现场观看陈楚生的谈唱 面对粉丝的愤慨与抗议 面对湖南卫视的压力 天瑜公司公开发文 让陈楚生第一时间到现场做出解释 但当时却联系不上他 一夜之间 他湖南卫视天瑜公司一同被送上了热搜榜 跨年晚会的第二天 天瑜公司不仅只是私底下联系他尽快出现 还公开发文呼吁陈楚生归来 而他在娱乐圈销声匿迹了七天之后 才出面表示自己并非遇见意外 而是一直与朋友在一起 对于为何缺席的原因 只字不提 也没有提及天瑜公司 更没有为自己的缺席和所造成的影响道歉 要知道的是 当时他的缺席所导致的 不仅让湖南卫视口碑下滑和被吐槽 天瑜公司更是被他庞大的粉丝团体连连质问 而他却在消失七天之后 只轻飘飘的说了自己跟朋友在一起 面对他的那种态度 天瑜怒不可遏的宣称 从即日开始停止他的一切活动 直到相关问题解决才考虑重启 简单点来说 天瑜公司宣布封杀他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发出封杀令的第二天 天瑜再一次公开表示 当下已经采取法律手段 再跟陈楚生算账 倘若发现有其他公司在这个时候 趁火打劫将他签下 天瑜将会把那个签他的公司 一同诉诸法庭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在天瑜的通告当中 向他的索赔高达227亿 陈楚生与天瑜对不公堂 也让双方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就陈楚生所言 其实能够进入快乐男生前十名的那些歌手 都已经在进入失强之时 便被天瑜公司签下为期八年的合作合同 虽然他没说 这就像是一个进入前十的潜规则 但懂的人都懂 签约到天瑜旗下 他自认为是公司里听话照做的新人 仅仅是在2008年这一年 所参加的商演就超过100场 而过多的商演 让他连练习弹琴唱歌的时间都没有 更别谈创作的时间和精力 让他不断怀疑 签约在天瑜旗下是否正确 他所原创的歌曲 所拿下的奖项和所获得的收益 也大部分是属于公司的收入 不管是商演收入还是创作收入 大部分都归于公司所有 这还并不是双方矛盾的爆发点 而难以忍受的是 公司连他的私人生活都要过分干涉 他之所以临时才缺席跨年演唱会 是因为天瑜公司一直没有让他知道 跨年演唱会到底算不算是一场商演 也没有让他知道 邀请了他的前女友一起登台现唱 有没有人告诉你 他说这首歌当时的创作背景 确实是与前女友的恋爱故事 但在他离开家乡到深圳发展时 与前女友早已分手和几乎没再联系 更何况他在酒吧助唱时认识的现任女友 早已通报给公司之戏 现任女友是陪他从助唱一路走来的人 爱他懂他陪伴他 在他成名之后接受采访时 谈及女友的时候 天瑜公司不仅批评了他 还让他往后在采访当中 不能再提起有女朋友这件事 应该说那都是过去的事 他那时觉得公司是为了他的发展考量 心中虽然有所不满 但也没有爆发出来 可令他无法接受的是 现女友他不能提及 公司却为了噱头而请来他的前女友 同台表演 这用他的话来说 是对两个女孩子极其不负责 且十分伤害的行为 他不愿意自己为了获得名气和发展 而去伤害曾经爱过他的前女友 和无怨无悔 爱他陪伴他的现女友 因此他当时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开 他说自己已经在信中 将不能登台表演的原因解释得十分清楚 却没想到还是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 面对227亿的索赔 他直言自己几辈子都还不完 在他一次次苦苦的陈诉和申请之下 法院改判为他向天愚公司赔偿650万 而冲动之下缺席的他压根就没想到 但湖南卫视和天愚联手之下的影响力是那么大 纵使创作实力不菲的他 却沦为娱乐圈内 没有任何一家经济公司敢用的歌手 2009年10月份 他辗转多时之后 最终签约在华裔兄弟旗下 但华裔兄弟并没有为他解决650万赔偿款的问题 而是让他自己慢慢分期偿还 他与天愚的赔偿款持续了将近三年 才落下帷幕 彻底与天愚公司和湖南卫视没有了瓜葛 从那之后 他鲜少出现在观众的视野当中 而与他同样从快乐男生出道 且才第四名的歌手张杰 却在湖南卫视和天愚的力捧之下 成为人气与实力兼具的顶流歌手 有人替他惋惜 当时天愚一年给他安排了100多场上演 和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独唱三首歌 这无疑是将最好的资源安排给他 是将他当成亲儿子在栽培 他倘若不那么冲动 想必如今在娱乐圈的咖位 不比张杰或者李宇春低 但也有人觉得 他是求人得人不必惋惜 他与天愚解约之后的这些年来专心创作 而他所创作的歌曲 用在许多经典影视剧当中 也获奖无数 只能说人格有志 所以选择不同 说他是不懂娱乐圈规则 而断送大好前程也好 说他是理想坚定 活成乐坛的一股清流也罢 他最终都将在漫长的岁月中获得成长 以及与某些事情达成和解 犹如他时隔多年 再次登上湖南卫视的舞台时 诚恳地为自己多年之前的冲动道歉 同时也更加从容地 继续过自己所想要的生活